OH YEAH SLIDE 大家好我是屎萊姆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今天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我為了 用Jazzmric去實訪 很特別的一個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為了自己的遊戲 進行實訪 今天有一個簡單的介紹 很多人沒有參加過我們的封測 其實對我們的遊戲並不了解 今天很想在這裡 真的靜靜色色的 作為一個Gamer 去體驗這遊戲是怎樣玩的 OK Let's Go Touch Start YEAH WOW 大家來到這個介面都發覺 跟封測是差不多的 封測之後也有些小功能更新 大部分都是優化為主 相信大家等到很多 頸都長的了 我自己也是的,看到我的頸都長了 終於我們可以 開始玩這個遊戲了 這個就是一個什麼遊戲呢 講多都是廢話 直接我們開始試玩 我們想試玩的關卡 就是戰神的憤怒 就是打阿典娜 我們打超級 打哥級完美通關 三星 所以現在就試試打超級 好,來到這裡 要介紹一下我用什麼隊 這隊就是我的大隊 就是一個水隊 我帶上的就是水元素神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水隊去到20 你的RANK 20的時候 他就會送一隻元素神給你 這隻就是送那隻 這個是公測都會有的 很多人都會問 那就是這個 大家都一定玩個風刀 一定認識他 那就是 卡卡西 啊,sorry 改了,講了一句話 哈哈 這個索爾 那就是西諾諾 很喜歡他 好,接著就是我們的水主 五星水主 嘩,帥哥 真的不得了 好,接著就是我們的 啊 刃 嘩,好帥 其實這張 這個巨神兵系列 其實我很喜歡 每一個其實他們都很有特色 縱然一開始他們只是兩星 但其實可以升到四星 並且他們的實力 也是不弱的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 這個巨神兵系列 每一隻都很特別的感覺 好了,我們不要賣花 讚花香 那我們水元素神 搭上火元素神 一個很特別的配搭 那應該大部分人都知道 應該玩個風刀人都知道 那就是會大量的水 的結晶會出現 那因為我的元素神 就是將這個 啊 木縮星 就變火縮星 好了,我們開始 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怎麼玩的呢 其實我們不動他 他自己都會進行戰鬥 那敵人會打我 其實我都會打他的 你看到 有打的 對了,那 差在我們怎麼操弄呢 就是利用我左下角 這個叫結晶 拉上去就可以進行攻擊 那同屬性呢 當然可以發動攻擊 你看到 那同屬性和不同屬性 有什麼分別呢 你看到不同屬性 其實都有攻擊可以發動的 你看到 都可以發動攻擊 那不同的地方就是 當我拉一個同屬性的時候 我右邊看到角色的血拳 右邊有一個能量槽 會加一格 沒錯啊 加這一格非常之重要 因為呢 當我們加滿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 可以釋放我們的主動技 我們試一試 來個 全屬性的主動技 嘩 打爆他的嘴 來 向大家去防禦他 好了 那這個boss呢 是有這個 魔王技 這個魔王技有金剛 那就是受到技能傷害 就減少了上去 即是普攻會比較痛 用技能打反而沒那麼痛 好了 那我們就繼續 那我們就可以放技能了 嘩 好帥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 帥 很會 面對 我還有很多 最多的 最喜歡那張呢 就是暗的那張 暗的那張 那我做起 做暗的那張 巨神兵的時候呢 都特別花了一個功夫 那大家 如果 玩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體現得到 它已經有什麼沒有 爽的 用的 那你見到呢 我們現在 中間那張呢 有少少無血了 其實我們可以換他 那 那右下角呢 就是我們的後備替換區 是可以將我們的角色換上去 當然啦,換上去有什麼好處呢? 他會回去啦,換上去那個 另外還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我換人那一下呢 是可以觸發一個... 被人打換,要等他著燈 可以換 那被人換人那一下呢 蝦晶會全部清屍一點 就可以重新再用一次 所以他可以配合一個爆發的去打他 Yo! 對爆他吧,不要等了 好,那這個就是一般我們的操控 那你看到有時候他的普攻會有點不一樣 就算我不是發動主動技 他看到他普攻也會不一樣 那當然是怎樣的呢? 那這個可以解釋一下 那其實呢... 普攻第一下 第二下 第三下 我開技了,不好意思 除了主動技還有的 剛才普攻了兩下,可以繼續下去看一看 第三下 第四下 嘩,厲害啊! 那第四下呢,有一個叫特殊技 那特殊技就是... 隨著這個普攻的循環就可以釋放出來 那那個特殊技呢 又是這個特別系統 每一個角色都是不一樣的 而且是... 有些搭配呢,會...有些發揮會特別厲害的 所以大家又可以研究一下每一個角色的技能 不過現在,大家可能新玩不知道呢 其實按Start 就是按設定啦 其實可以看的 技能說明是可以看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啦 我的特殊技能呢,就是... 水屬性傷害380% 並且擊倒目標 那就是令到他... 淋低啦 那剛剛這個叫做... 索爾啦 他就可以令到他的... 普攻傷害減低20% 就是減傷 那這個... 刃呢,巨神兵呢 就是扣除他的能量 那就是令到他沒有那麼容易出到主動技能 所以其實每一個角色都會有不一樣的 好啦,我們繼續 那我開血啦 換... 唉!換錯了 哈哈 不要緊,我們... 交換 那場上呢 是都可以進行交換的 不過呢,要小心點 好陰拾的... 不要打死我住 敵人都會換位的 不要以為只是你會換位 那換位呢,其實... 嘩!擋! 那看到他發動技能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使用防熱的技能就擋住了 現在很緊張 那現在... 那敵人呢 其實是被我... 黑屬性的 他很久啊 他在換人呢 你這場... 換位他就換位了 他要跟著你 很威脅 好啦,那我現在就可以... 嘩! 煉氣彈! 歸波器弓 這個決定有點遲 這次煉氣彈 歸波器弓 但是... 呃... 原來我剛剛覺得的 之前都不說的 好啦,那這個... Boss的技能 那我可以看一下 魔王技就是獸到技能減少100% 那就是我用到技能打他 其實他也是不一樣的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用到普攻 反而打這個王技師 好,繼續 砰砰砰砰砰砰 全部都變成0了 一點都不同 嘩! 危險! 不要啊! 全部都死了啊! 恐嚴險就是要我 要適當的換人呢 很重要的 我死了一個了 發生什麼事啊 你怎麼會死的啊 死了呢 他會變成一顆 暴動的結晶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可以不理他了 當然 但如果你的替換區 你的CD好 就可以換他上來 那你就可以三個一起砌 喂! 佔盡優勢! Yeah! ROCK! Goo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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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tually! 嘿嘿嘿 好啦,那我講解 其中一個我們的特色 就是每一個勇者呢 都是很特別的 那你不要看見他 喂!兩星三星喔 其實很正常的 兩星三星都可以變得很厲害 對 所以不要介懷 他不是小怪來的 兩星三星 只是他一開始 慢慢練上 會變得很厲害 那我們暫時 打回來 或者抽回來的勇者 大多數都是 去到四星或者五星的 大多數都是 好啦! 退出! 謝謝! 謝謝! 好啦!那這一隊呢 就是水隊啦 那水隊也是 大家可以選的 現在開始 有火水、木 給大家選 那我這裡就 示範了一個水隊 那下一次也有機會 可以示範一下 不同的隊伍 讓大家可以 多一點了解 那基本上呢 最基礎的作戰方法 在剛剛裡面都說了 那當然啦 沒那麼簡單 那些更加深度的 留給大家的發掘 那今天為什麼 那麼特別會拍一條影片呢 是不是就是 為了單純實況那麼簡單呢? 其實不是 因為呢 很重要的一件要宣佈 就是 預註冊 就最後今天了 那為什麼預註冊 最後今天呢? 就是因為我們 明天呢 明天幾號呢? 就是星期五 2015年7月17號 星期五呢 將會去 嗯 用者神域 終於都公冊了 那在明天的 大概下午的時分 呃 詳情可以留意粉絲團 對啦 我的粉絲團 或者用者神域的粉絲團 就會公佈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下載 有些玩 那如果以外 明天就可以玩的 所以呢 大家準備好 如果還沒有預註冊的朋友 記得在上面按一按 預註冊 上面不能按 下面連結可以按 那記得去預註冊 預註冊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會送一些抽卡券 給大家去抽卡 那最後呢 還沒看過我們的 宣傳預告片的朋友 那這條片完結的時候呢 就會接著播放那條片的 那大家呢 就可以欣賞我們 精心製作的宣傳片 那才 去按註冊 都未遲呢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回來 有機會再 繼續玩 五隻神域 希望 公測 見到大家 再見 拜拜 五隻神 六隻神 五隻神 六隻神 二隻神 六隻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